饭总是要吃的嘛 先生找人打听情况 已经两天了 算算也该回来了 沈先生 不会有事吧 他一个大男人家 能有什么事啊 吃饭吧 太太 太太 老爷回来了 先生 先生 五哥不会有事吧 我派人四处打探了一下 那些土匪啊 在芦苇荡里飘忽不定 根本就见不着踪影 别急 我跟胡文林说过了 他那边的人熟 让他们想想办法 我先上去了 不许可 真是 你这两天啊 真是 你真跑去救人了 我哪有那个闲心哪 只是叫胡问林去帮个忙 那你这满身尘土的 我去忙搬家的事 趁着这次机会 赶紧打发他回老家 我就知道你逼我会演戏 二太太 这次阿秀跟您回家 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太太说让我过完中秋就回来 顺便还能打听打听我哥的消息 春花 春花 太太 春花 太太 春花 太太 你不要难过 我又不是不回来 我只是回去看看 能不难过吗 你看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 这一下子你要走半个多月 我这心里啊 太太 太太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要好好保重身体 照顾好沈先生 你也是 也要照顾好自己 回去向家里人问个好 一路上要当心哪 啊 谢谢太太 我晓得了 车都准备好了 你看看 你们女人就是喜欢哭哭啼啼 春花又不是不回来了 过一阵子不是又见面了吗 走吧 太太 走吧 好 走吧 春花 你要保重身体啊 你也要好好保重啊 太太 好了 那我走春花 走吧 她回来呢 路上小心啊 再会 进来 胡爷 胡爷 这 这银渊哪儿来的 她说她姓姜 这是见面礼 姜胡子啊 快叫她进来 是 把这个交给账房 好的 里面请 姜老弟啊 你怎么算是来了 久仰 久仰 好好好 姜老弟 上次我托人带的帖子和银元都收到了吗 收到了 收到了 坐 姜老弟啊 我那个手下强子 你是不是可以放了 你是不是可以放了 强子 是您手下 怎么你不知道 我 我早就把他放了呀 你把他放了 姜老弟 你跟我说笑吧 据我所知 你可是从来不做赔本买卖的 哎哟 胡老板 天地良心哪 真的放了 好 我相信你 那你这次来是 我 不是想到这个大上海 来闯荡闯荡吗 来见见世面 所以特地来拜胡老板的码头 不必客气 不必客气 你在河邦里那些大事 不是做得蛮好的 河邦里面哪有什么出息嘛 我这不是想到 您手底下来某点差事嘛 兄弟 你要是愿意来 那我真是求之不得呀 不过 咱们有些话要先讲清楚啊 这里是上海滩 你在河邦里那些规矩 是不好讲的 全听大哥的 全听大哥的 好好好 老板买土 强子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我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我担心死你了 我担心死你了 我担心死了 我是谁啊 我是墙子 我福大命大 我刚才还想把那些土布都烧了呢 对了 这土布怎么都没打开啊 是不是没人买啊 我根本没开包 为什么 我想 我想你要回不来了 我就把那些土布都给烧了呢 对了 我担心死我 那个江胡子啊 也算是个英雄 他看中我的人品 非要跟我败靶子 我不答应啊 他一听急了 就要杀了我 你们猜 你们猜谁救了我 谁啊 快说 共产党的队伍 抓住江胡子没有 又让这小子给跑了 共产党就一个人要烧多少大洋啊 你看看何老伯 烧剑都怪了吧 一文都不要 你看 我爹呀 当时要请他们吃饭 人家死活都不肯 还说什么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你说 谁啊 李先生 请进 秋爷 何老伯 你怎么来了 拿了一些家里人不穿的衣服 给你续机卖 这 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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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我给你倒水 来来来 坐坐坐 谢谢 对了 李先生 你给我们说一说 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吧 你们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是他们把墙子 从江胡子手里救出来的 是 是 这个 这个太复杂了 要不改天我找本书给你们看看吧 好啊 有些人说他们不好 可是我看他们一点也不像江胡子 那那那 秋月 李先生 李先生不方便说你就别总是问了啊 没关系 秋月 既然你真的这么感兴趣 那改天找个时间 我一定要跟你好好聊聊 行 你喝水啊 让你们看 并想你 给你们想 commitment 他们 接看 你们看 你看 讲得太好了 小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以后 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 进而又盯着整个中国 我们中华民族 只有团结一致对外 才能救中华于威王之中啊 子剑 你写得太好了 真不错 你看 这张照片拍得也不错 你看 这文章啊 就得这么写 吴主任 这一段 你看 这稿子 您先看一下 我们要彻底地揭露他们 学生们组织了宣传活动 我去看看 子剑 最近形势紧张 你要当心哪 您放心 强子哥 哥 怎么了 强子哥 你去哪儿了 去了几趟下 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种不是人的人 我可不想认识 强子 我知道 你们以前有恩怨 现在既然都在我这儿做事 那以前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了吧 胡言 我跟他 那可是不共戴天啊 当初 我没有砍你一刀 算是救了你一命 当时那是 有人要救我 所以你下不了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那帮兄弟 也应该没剩下几个吧 胡子 这事你可没跟我说呀 胡言 一句话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你看着办 我知道 这些事情啊 都是因秋月而起 对吧 人家秋月 现在生意也做得不错 你也一直在帮他 这我都知道 我还知道啊 胡子现在还惦记人家秋月 他敢吗 我告诉你 姜胡子 如果你再敢打秋月的主意 我保证你不能活着出上海 臭小子 你小子敢 哎哎呦 强子 胡子 这 这天下女人多了 你不至于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你今天就给我一个面子 啊 好 我姜胡子保证 不再去骚扰秋月 让他好好做生意 痛快 强子 姜胡子都这么说了 在道上混 多一个朋友没坏处 来拉拉手 啊 嗯 拉手就算了吧 胡言 嗯 你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 我有事儿 先走了 这臭小子 哎呀 行行行行 开门开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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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开门哪 快开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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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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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快开门 快开门 大哥 跑啦 跑啊 从那边跑啦 追 追 追快追 快站着 你们去那边 快跑这边 跑 站住 站住 要的不要跑 站住 站住 这土布全都卖光了 对啊 生意这么好 那叫强子再去进点儿吗 我算了一下 这个月除掉所有的开销 我们挣了这么多 薄利多销 所以卖得快 那 那让强子再去弄点儿布来吗 最近不太平 等等再说吧 啊 也是 等一下啊 送给您 给我 不 留着卖吧 您要是喜欢啊 我就给您做点新衣服 的 帮我看一下店 我去给客人送块布 你去 你去 快跑啊 快跑啊 我去给他 我来看看 我去哪里 我去给你 我去哪里 我来看看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来看看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来怎么回事 这不正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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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外边那个人说她叫杜秋月 秋月 他说大少爷病了需要钱 病了 我看 让他死到外面去 把那个秋月赶走 你 你 你 有人吗 走吧 走吧 快走吧 老爷发火了 我 我 我真的有急事啊 我 我 自家又怎么惹你了 他病了你都不问哪 看看 看看 子剑他不要命了 一天到晚谈政治 他就是愿意跟那些下等人混在一起 可是他病了 可是他病了你不能不管吗 生病是假的 要钱才是真的 他病了 我 我 快 快 蓮儿 干什么些 四季病了 我要去医院 站住 爸 现在外面形势这么乱 你一个女孩的家 还敢到外面乱跑 可子健在医院里呢 连我的话 你都不听了是不是 今天你要是敢离开 这个屋子半步 我就打断你的腿我 爸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 你给我上楼去 不 上楼 不 爸 我要去 爸 爸 进去 爸 你放我出去 爸 爸 你放我出去 先生 太阳 李先生受伤了 而且很严重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你们行行好 这个李子健平时胡闹也就罢了 现在局势这么地动荡不安 不要再连累其他人 我也劝你 不要和这种不稳定的分子 混在一起 来 这钱你拿着 给子健买点东西吧 拿着吧 不了 谢谢 谢谢 慢点啊 小心点 慢点啊 好 好 好 放下来 来 接着啊 好 强子 他 李先生 你醒了 现在不能动 一旦伤口流血就麻烦了 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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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救了我 是强子救了你 是他给你输了血 强子 谢谢 你好好休息吧 景尚先生 谢谢你帮我垫钱 不客气 他伤得太重 如果不马上动手输的话 恐怕会有危险 对不起 我筹钱筹完了 没关系 那先这样吧 再见 我跟你说啊 你把殿盘了 救这个李先生 值得吗 什么值得不值得的 李先生救过我的命 那你不想想咱们将来怎么办哪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救人要紧 行 反正我告诉你啊 你今后别总对那个李先生那么好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哪那么多为什么 我 我 我不是说不让你帮他 我也帮过他 那喜仇的还是我的呢 我是说他 行行行 愿意帮就帮吧 我还得回乡下去接春花呢 这都回去办个多月了 好 秋月 董事长 真是辛苦你了 李先生在里面呢 您不进去看看他 他现在好多了 我呀 是来找你的 带你去一个地方 跟我走 你看 都给你赎回来了 好 后面还给你搭了一间 你看 你累了可以休息啊 谢谢董事长 我们应该谢你才对啊 您知道那种 生而复得的感受吗 太幸福了 秋月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我想让子贱到乡下去养伤 上海实在太不安全了 在这里住久了 早晚会被人知道 附近城市的眼线太多了 还是乡下安全哪 可是乡下 我又不认识人 董事长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乡下的老家倒是可以 太感激了 今天晚上我就派车 把子贱接出来 对 另外 千万不能让那个日本医生知道 其实景尚医生他人蛮好的 只可惜他是个日本人 防人之心不可悟 我也是以防万一 等子贱走后 会有人来结账的 秋月 这事 你暂时还是不要告诉菲儿 好些了吗 董事长 慢点啊 还不赶紧换衣服 换好了 是秋月的主意 说这样出去不会被人发现 正好 正好 快走 快走 好 走 来 慢点 你把那羊伞收了 上船 为什么呀 为什么 花里虎哨子就不怕招来土匪 慢点 慢点 你和江胡子已经成了好朋友了 哪里还会有土匪呀 小心 轻点 好嘞 那还有李胡子王胡子呢 我跟你说啊 把这个放过去 这一传的货 可是你秋月姐 全部得资金了 你心里只有秋月姐 还有我这个妹妹吗 这是两码子事 什么两码子事 可是自从你到了上海 你就没有关心过我呀 你说你呀 帮一把帮一把 过得那么滋润 还用得着我关心你吗 那你对我有个好脸吗 春花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变化有点大 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不喜欢 那是因为 你和秋月姐的商店 还没有成为大商场 等你们做了大老板以后 说不定比我现在厉害多了 我们就算 就算是有钱了 也不会像你现在这样 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就不信了 不然我们俩打个赌 没空给你打赌 快上船 快快 没了吧 没了 走 上船 豆腐囊 带你席子了 豆腐囊 终于回到了老家 回想以往的种种一切 恍然如梦 那些曾经无忧无虑 天真浪漫的日子 再也回不来了 而未来 又是那么的迷茫 命运 又会将我们带向何处 就是 你说这村里头 哪个家能一个月 赚六个大业 六个 我们都十次 能当一业员 可以赚十个呢 来 姜胡子 来 快 秋月姐 快 快跑 车快开来 快快快快 快 快快 你怎么了 是不是累了 还好 前面就是我家了 想家了吧 牛 你 要求你 那你 那你 又有你 为了我 我 娘可见着你了 秋月想死娘了呀 娘 秋月 孩子 你在外面问你怎么样啊 孩子 来 让别看看 来 让我 孩子 娘 娘可莫找你了 想死娘了 快起来 孩子 快点起来 让娘看看 快起来 回来了就好 在外面过得还好吗 秋月 你瘦了 瘦多了 秋月 娘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好 对不起 秋月 我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不是 娘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 李先生 从上海来的 他要在我们家住几天 好 好 好 那就赶快进屋吧 进去 请进吧 进去吧 秋月啊 你多吃点啊 你很久没吃家里的菜了 还是家里的饭菜好吃 觉得香啊 你就多吃点 李先生 不知道你们回来 也没准备什么菜 你就将就着吃吧 饭菜很好吃 另外伯母 您就叫我子健就可以了 娘 李先生受了一点伤 受伤了 就是一些皮外伤 医生建议他多吃一些鸡蛋肉 青菜 秋月 对 锦尚医生说了 你要想好得快 就得好好调养一段时间 再说我也答应过你父亲 一定要好好照顾你 吃 吃吧 吃吧 太太 您慢点 好 谢谢太太 来了啊 阿娘哪儿去了 阿娘 阿娘呢 阿娘 阿娘 不能进 不能进 你是新来的吧 这是我们家二太太 我们呀 刚从娘家回来 二太太 我们家的二太太在家呢呀 你是说沈先生又娶了一个二太太 沈先生 什么沈先生呀 我们家主人不姓沈 你不找错人了吧 开什么玩笑 这里就是沈宅 我们半个多月前回娘家过节的 哦 你们是原来那个沈家的人哪 哦 沈家呀 已经搬走了 这房子已经卖给我们家主人了 我们家主人姓家 了 我可以把这一年吗 因为了 。 这是我们家主人也是 就这么远了 一天 我们找到了 这回事 我们找到了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认识您一个 二太太 您 您对我 别叫我二太太 我再你说我多好嘞了 谁叫二太太 谁叫我二太太 谁叫我二太太 别再跟着我了 别再跟着我了 快 别干了 别干了 等会儿 秋月 你刚才说李先生受伤了 他是怎么受的伤啊 伤到哪儿了 看他的样子也是上海的大公子 怎么不在上海养伤啊 跑到咱们这个小镇上来啊 就是啊 咱们这儿的条件也不好 吃不好 也休息不好啊 李先生在上海救过我的命 救过你的命 那他一定是个好人 他爹呀 下午买点肉 多买点菜 给他做顿好吃的 秋月啊 娘相信你 让李公子在咱们家 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你放心吧 哦 阿秀 跑往那边走的是吗 我看着朝那边走了 咱赶快去找你们的 阿忠 你带几个人去那边 好 我们走 好 好嘞 二太太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